你可以把手放在这儿 然后 你就你想象一下你在叫 是轮流抽 还是一起抽 可能三个手伸不进去吧 摸着顺手一点 哦 这么多啊 我要先分析一下 这些答案 都是我们三个人之中 某一个人写的事 好 那我知道 那我先来 我这个问题是 你所在的圈子有什么魅力 其中一个答案是 一切 皆有可能 第二个答案是 所在的圈子里 大家都是聪明有趣爱玩的人 第三个答案是 现场的魅力 三个字 台上见 请独提人分析 每个回答 分别对应了哪位同学 并且作为记者 补充采访 另外两位 因为我知道 哪个答案是我的 所以排出法 一共就两个对应 你们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 一切就有可能 让我有点不明所以 但第二个说 现场的魅力 这更加有可能是 蔡蔡罢 对 你直接就承认了是吧 对 对 因为我觉得蔡蔡 因为她是作为一个歌手 然后 歌剧演员 而且刚才在 化妆间里面 最近犹豫疫情的影响 你特别喜欢台下有观众 唱给观众的那种感觉 我说多了 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那个台上见的人 所以一星就是 一切皆有可能 那看来我的分析是对的 那我补充采访一下 你们两位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做 一切皆有可能的 这个其实来源于 国产运动品牌 哈哈哈 给赞助了吗 今天现场 只是我脑子里当时浮现出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我在的圈子 也很难去 很杂 对 你可以说是很杂 我现在像直播的话 可能还跟游戏行业有关 然后我自己的一些工作也涉及到 内容行业文化行业 不同程度的不同 领域的 内容都会在这里发生 所以相当于你觉得是 创作了很多方面的内容 对 这种可能 我觉得创作内容的话 它的 来源是人类的想象力 好精彩的一个金句 那在采访一下蔡蔡 你怎么定义你所在的圈子 以及为什么 它的魅力在于现场的魅力 其实主要就是古典音乐嘛 分支门类就是歌剧嘛 其实因为每一场演出 都是不一样的 不论是指挥还是乐队 还是这个演员 它都会有各种 现场发挥的东西 不论是好还是坏 其实都是一种在舞台上的 一个呈现嘛 像刚刚 葡老师说的这个 一切只有可能 你知道吧 给观众每一次带来的 新鲜感都是不一样的 对 你有经历过你现场表演 结果坏了的吗 比如说你没唱好那天感冒了 或者那天的观众 今天怎么不配合呀 有过这种情况吗 有 有我大概大二的时候 16年的年底吧 那一次是我到上海大剧院 它有个中剧场 大概里边有几百人的观众座位 然后一个独唱 唱那个 莫扎特写的那个歌剧《摩底》里面的 多么美丽的肖像 This business is but open 那个一个德文的 那天是破音了 我印象里边最深的就是那一次 那会影响你你破完音之后 剩下的 但是还得绷住 对 还得绷住 你要给它完整的唱完 还要演得非常轻松 但是内心已经就已经慌的就不行了 头点晚上我练的时候 我还跟我老师说 不可能 从来没破五音 怎么可能破音呢 立完这个flag之后就就废了 那一次给打击蛮大的 因为那是第一次登大台子 那你唱坏了 能从现场观众的反应中看出来吗 现场的紧张与否 是看那个现场观众席的灯光亮不亮 因为那个灯一打 你可能有的暗的肠子 你可能能看到前三排的观众的表情 有些观众看演出 他是没有表情的 你跟他开玩笑他也不笑 你们歌剧还要讲断子跟观众互动吗 我们在开音乐会的时候 每个歌的中间的串场的时候 你肯定得活跃这样气氛 果然这就是现场的魅力 感谢二位 感谢二位 我觉得我的采访很充分 那我还没有问你的那个呢 对啊 你的答案什么来着 我的答案是我所在的圈子 大家都是很聪明很有趣很爱玩的人 比如谁最聪明 谁最聪明 突然让我们在实验室的师兄弟们相互直接要掐起来了 你的圈子算是学术圈 我现在还在读博士生 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这个视频博主 我所在的圈子更多的是科研这个圈子 现在是我全职在学校上学 我们学画工 然后我们又在里面算是写代码编程这个方向 虽然这么说可能让我们导师看到了会觉得我们很水 对你好像看不出来我的这些师兄弟们 特别特别的拼了命 非常认真非常卷 完全感受不到 就是你感觉这个人天天都在玩 过了几天他突然说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的最新一篇SCI发表出来了 你们实验室这种有趣的氛围在 在你们学校是算很特立独行吗 还是还是整个学校甚至整个学术圈都是一样 哎你问的还是点子上我觉得 刚刚我们都没有问他点子上 就是突然你这么一点型 让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实验室 尤其的欢乐 十几个兄弟们聚在一个屋里面 每天 大家一块讨论科研 一块去示范一块玩 特别像一个小社团 它不像一个典型的师门 就是要特别一点啊 对对对 到我了 我的这个问题是 你觉得社会或者行业里再多一点什么比较好 但我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 不知道是谁写的 爱 爱 这个反应难道 像是在玩狼人杀是吧 然后这边的要求是请就该问题和回答进行一分钟的 随意闹了 从刚才各位的反应 我觉得 应该不是蔡蔡写的 何意见的 因为他 对于听到爱这个字的时候 发出了明确的 好奇以及质疑 他觉得这个时间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爱 为什么会有爱这种东西呢 但是也可能会对这个答案感到好奇 那有可能是我演的呢 也有可能 但是 毕岛听到这个答案以及问题的时候 一直表现的非常的沉稳 所以我想问一下毕岛 这是你写的吗 的确 我是一个 非常拙劣的狼人杀玩家 对这个是我写的 这是我写的 其实我刚拿到这个看到这个 我第一反应应该是蔡蔡写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一位优秀的歌剧演员 应该是有很强的共情能力 然后所以我看到这个 简短但有力的回答 我第一反应 我觉得应该是蔡蔡回答 所以这个真相跟我的预期 有一点出入 那我们听听听 毕岛一名李柯深背后的 对其实这个问题不好答 仿佛 你在暗示 你写的那个答案是现在 大家最缺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 怎么多都不为过的呢 现在 有时候当我在这个 网上冲浪的时候 我会觉得好像 大家的这个精神都 比较的 紧张 然后大家相互之间的会 更容易发生冲突 会更多的抱着 质疑的心态去 看对方 我觉得我的一个生活的信条 就是 努力的去 爱我周围的人 就是 真心的对待大家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 从一个非常微小的角度 让这个 我的周围的小世界 变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吧 所以到最后 这个题目就学 爱 希望 人与人之间 多更多的爱 这个应该是 毕岛在 自媒体行业的感受吧 其实可能也就是 我在 我周围 给我的家人 然后我的实验室的兄弟们 包括我的 工作室的小伙伴们 我觉得 大家日常工作的时候 不那么去 计较别的东西 而是大家 发自内心的觉得 大家都是 很优秀的 值得爱的人 我也在工作室里面 努力打造这么一个 有爱的群体吧 不知道你们对这些问题 答案是啥呀 我的回答是钱 你是非常的博爱啊 因为 我本格学金融的嘛 那不会通货膨胀吗 对啊 就我们说的不是 钞票 而是 物质基础 之前有一部电影叫 我不是药神吗 里面有句词就是 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一种病 就是穷病 一个好的经济基础 其实可以 缓解很多的问题 和矛盾 以前说 钱不是万能了 后来发现 这是谁说的这句话 胡说八道 这个导向是不是不太好 这个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你搞文艺的 对 需要有好的经济基础 对 到你了 我那个一看就是我说的 希望有更多的歌剧演出的机会 因为国内现在排外国歌剧的机会比较少 作为一个行业里面的小学生 我觉得 因为歌剧你知道对年龄的那个 界限画的是比较明确的 我现在24岁 24岁我就只能可能演一些 就是配器比较轻的 整个乐剧轻快的 比较莫扎特的 然后一项多尼采蒂的 然后威尔蒂前妻的一些作品 还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你如果要是 今天无人入睡 那个图兰多 我这个年纪是没法演的 因为你整个人的年龄 和你的声带嗓音状态 算是还在发育 而且他那个配器非常重 大概一百多人的那个教育乐团 因为我们那是乐池嘛 那个乐池乐队是在演员前面的 我们没有麦克风 你需要用人撒 就是传到观众心去 这是考验你整个的一个专业能力的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老师们是建议不要 过早的去尝试一些重的角色 这样对我来说 歌剧的演出机会就更少了 因为大家喜欢听大 喜欢听熟悉的 对 像图兰多这种 然后像弄沉 但是可能轻一点的 堂皇呀 女人心呀 就排的比较少 对 所以就是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希望能够多一些 演出这样的机会 就到你的问卷了 到我了 好 我的问题 请用三个词语或短剧介绍自己 然后我这有两个回答 然后我的这个补充是 如果你是记者 如何礼貌地获取更多信息 这个回答第一个 是这个问题太尴尬了 可以拒绝吗 你的反应是不是暴露了 然后第二个回答是三个字 帅 帅 帅 所以蔡蔡你觉得这两个 回答对应了我们两个的谁 就看你觉得谁帅了 第一个我觉得这就是毕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是 一个是他刚刚反应 还有一个就是 我看他应该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可能不是很愿意正面回答 是吧 那你真是看错他了 所以这个是你的 对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我一直觉得自我介绍 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有什么原因吗 羞耻心吧 一直我会本能的比较抗拒这个事情 但有可能是我觉得我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比较晚 我可能是大学毕业了 进入社会之后 我才真正的开始思考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在之前 可能我对自己的认知都是别人对我的评价 你怎么怎么样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孩子 我现在可能意识到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问题比较抵触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很多对自己的认知 其实都不是我自己的认知 如果现在 我意识到这点之后 让我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可能会选择必导的回答 帅帅帅 所以这个第二个是你的 但其实第二个不是我的 就这个回答并不是我的 好了 猜猜通过专业的歌剧演员的演技 原来是你 我这是第一个开玩笑 我也没想到随口一说给我寄上去 我没想到啊 这算是你自己写的 对 那是了 那只能是了 排除掉一切不可能的剩下那个 无论多么不可思议都是真相的 就是你身上真的除了外貌之外 没有任何优点了吗 没有没有 其实一开始就是觉得 这个三个词语想可能得要说半天 这种最直观的 最直观的感受 自我认知 我这个跟你那一样 也是来自于别人对我的评 这个也太坏了 也不一定都是我自己的 我学到了一种新的自我介绍方式 说一个然后 说这都是别人说的 所以毕导呢毕导的回答到底是什么 那压力来到 其中一个写的是 对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 充满了好奇 也是别人对我的评价 也是我自己身上一个特质吧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看了一篇文章 讲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 他是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般都认为数学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 但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就是告诉你 数学是不完备的 在数学当中一定存在 真的东西 却永远无法证明 觉得特别的美妙 然后 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就是去研究那一篇文献 是如何证明了这么一个看似很悖论又很逻辑学的东西 那一刻我特别的兴奋 对于这个世界的这种运行的规律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如果严谨的说的话 就是是在一个公理化的证明体系 或者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在数学当中 一定存在着 真的 却永远无法证明的 命题 它是用 逻辑推理 对 逻辑学去证明 因为我理解就是数学的推演方式是 纯粹的演绎推理 它不产生新的知识 它所有的东西其实在它演绎推理的前提的公设里面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它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现有的数学是基于你刚才所说的这一点 首先世界上有公设 这是我们不证自明 无需证明默认为真的东西 然后由这些公设出发 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导 我们寡人这个叫定理 你们可以去用公设去证明一些命题为真 它说只要你是这种思维体系 你以为那我不是可以证明世界上一切东西了 主要是真的我肯定能证出来 哦 我明白了 但它说不 总有一些东西是真却永远无法证明的东西 对 就前两天 终于把这个东西绕清楚的那一刻 是我最近最快乐的一刻 所以你们俩都是理科生 我是理科生 就我一个文科生 所以从你们刚刚说数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听不懂了 但这个我觉得就是不管学什么 好像对于这个命题本身的这种奇妙 大家都能感觉到 其实我们刚才聊的那些东西 你听上去好像怎么乱七八糟的 但是其实都是我们感知世界的不同的方式 从思想史来讲 在历史上有一派叫做理性主义 纯粹理性主义 就迪卡尔和斯宾诺莎那一派 他们就希望通过公设我可以 对 就是构建一个理性的完美的世界 去认知所有的世界 但是结果发现没有办法做到 他刚刚说这个我就明白了 我这个有一个 如果让你拓展一个新领域 你会有什么想法 学乐器 怎么诚实我的呀 证明你的回答都比较有趣 是最近宅在家里面比较无聊 我最近在学笛子 就你刚刚说的那个气成丹田 所以就为什么问你什么是气成丹田 从书上看到的这句话 他说我们运气要讲究气成丹田 从丹田发力 这招结束了 练去吧 他要说丹田的话 应该就旗下三寸 你就按住那个地址 没敢受到 你可以把把手放在这 然后 就这个你搭上气 搭上气 你想象一下你在叫 别打 别露 上带 对 回去 但是声带别漏气 你可以去体会一下 那我最后念一个 生命的隐情是什么 这其实我写的 我写的求之欲 求之欲 很赞 的确是 我不知道毕老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随着 年岁的增长 求之欲会逐渐减弱 对 我也很恐惧 当某一天 我醒来了之后 我突然发现 我好像对 新奇的事物 不再好奇了 我不想那一天 过早的到来 好 走